以後的話你讀取的時候 讀什麼地標1他就幫你讀 你存知道怎麼存 那你要讀的話用什麼 其實他有個set 一定會有個get 基本上很多那個Java語言或者是程式開話都一樣 set是儲存放進去 get是把它抓回來 所以你可以 放進去又可以抓回來 那不是很容易了嗎 以後的話 你只要查過了紀錄 set set 然後呢他要 讀的話就把它get回來 如果很多個就跑回圈啦 因為你不跑回圈你要一直get很多次 所以特別是這個是一個原理原則 原理原則 因為好像 上上禮拜我講完這部分有些同學好像還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把這邊的比較重要的部分在 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在講義在你們書上都有了 那最後的話如果你要把它讀出來 剛剛有set對不對 這邊有叫get item 有沒有有set有get 很好記嗎 那你set比如說這邊有個 前面名稱一定叫local storage 就是我們存資料 利用這個物件 他是一個物件 去把它怎麼樣呢 去把它set對不對 比如說你set一個叫1好了 1是一個key 他的key是這個 對然後呢 裡面叫first 你現在叫get回來的話 就是用什麼get 後面就是key名稱 然後get回來放在這裡的東西什麼 就是first 這個東西就把你get回來 放在first裡面 所以如果說我set一個什麼 地標1 比如說潮進公園 get地標1的話 Data裡面就放什麼 就放潮進公園 OK 類似像這樣觀念應該 可以理解吧 所以 robo storage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怎麼放資料 怎麼讀資料 放跟讀 大概是這樣的基本流程 那其他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 怎麼樣去清掉 清除的話是整個清除 如果整個clear是全部清除 那如果說你要 只清除某一個的話 就remove哪個item 後面加一個他的key的名稱就可以了 所以 有set 有get 也有移除某一個 有沒有比如說移除地標1 那地標1就被我怎麼樣 remove掉 那如果全部清除的話 比如說地標123 那三個全部都幫我清掉了 再來最後面有一個什麼legs